我来南昌已经三年了吧 两多年 当时我以前的时候是 一些朋友叫我来这边做事 做物流的时候 比较时间比较长 从早 最先是早上七点 七点钟吧 到晚上九点过后 有时候达到一点两点 陈建林说 他自己是广东人 在南昌县一家物流公司上班 2017年五月 听闻同学陈文要找工作 他就将他介绍到了 自己所在的物流公司上班 没过多久 陈文便将失业在家的 堂兄陈武 叫来一起工作了 在陈建林看来 原本自己一直在物流公司 安分做事 可是自从陈武来了之后 一切都变了 他们两个先商量了 最后才问我要不要一起 然后他们就把我叫到房间里面 一起聊天 就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偷油 原来陈武告诉弟弟 从事物流运输的货车柴油 需求量极大 如果有来源渠道 就能大赚一笔 在陈武陈文的诱导下 陈建林动了心 陈建林说 每次作案之时 陈武负责开车 陈文负责望风 他负责将大货车内的柴油抽出 装在自己车内 这辆作案的东风小康商务车 经过了改造 后座全部被拆除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柴油储存带 偷有那个车 然后在路上 雪一直来回走 然后看见有那种 货车的话就 就靠边停车 然后就人就走下去看一下 那个车有没有人嘛 有没有人在睡觉啊这样 只要驾驶 世上没有坐着人 就居然在睡觉 然后就开始去 翘油箱盖了 陈建林表示 其实自己也知道 偷油行为是违法的 他的内心也曾有过挣扎 但很快 偷油行为带来的高额回报 就让他沉溺其中 无法自拔 就人家 那油多的话就会 就装得快 就试过两次的 偷两次 就是把自己的那个池的 那个 自己池上那个装油的 装两次 我们那个池装满的话是 装满是五千块钱 自己能得到一千多块钱 他比我在外面拿货的 有的竞价 当时跟他谈的那个价格 相差三百多 四百多